但是呢国民党自家立委也质疑退辅基金的管理委员会太过乐观了 但是呢管委会主委也就是张哲称挂保证 他说如果退辅基金破产他就下台 四大基金之一的退辅基金去年才亏了860亿 我们来看看现在要怎么进场 四大基金之一的退辅基金截至去年底为止 总共亏了860亿元 身为退辅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委张哲称赌上自己的乌山帽 保证退辅基金绝对不会破产 退辅基金97年度损失了95亿元 只要再加上未实现的损失账面的亏损共约860多亿元 已经亏了这么多 退辅基金还预计在今年第二季之后再把800亿元投入股市 认为二三季股市会好转有加码的布局准备 对有准备还没多 我必须告诉你你这样的估计太乐观了 太乐观了 如果加第二季第三季整个大环境还没好转 我们不会立刻付 就剥付现金去进行委员 自家立委担心退辅基金的钱坑越来越大 更有人之一退辅基金再拿800亿元砸进股市 内情不单纯 第二季的景气能否回春没人敢挂保证 但已经亏了860亿元的退辅基金 还打算再加码800亿元进股市 只能说退辅基金对股市真的很有信心 中西文蔡木喜黄安晴台北报道